对烟卡的争议这么大 记者暗访疯狂的烟卡今天带大家详细解读 8月25号根据闪电新闻的报道 烟卡这种曾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游戏 等级制度已经开始影响到孩子的价值观 在此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烟卡 说是叫烟卡它可不是什么新奇的电子烟 而是孩子们用废弃的烟盒剪成的卡片 将烟盒折成长方形卡片放在地上 掌心击拍地面掌风带动烟卡翻面就算赢 虽然看起来和咱们小时候玩的拍洋画 拍纸片等游戏没什么区别 但是背后还是存在着一些隐患 有家长反应 自从孩子迷上烟卡以后 上学路上都低着头 一路寻找烟盒还会翻垃圾桶去找 甚至还会和陌生人索要 真的很担心孩子从收集烟卡 会不会学着抽烟再到犯罪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今年的7月4号 在川南某社区有6名未成年人为了获取烟卡 潜入当地一家商户中 盗窃了6万余元的高档香烟 在取下烟卡以后将香烟尽数抛弃 而且随着游戏蔓延的升级 孩子们也不只是单纯的拍打烟卡 更多的玩法涌现 要进入游戏必须是真烟卡才行 他们会检查卡片上面是否有胶水 甚至仔细绣纹味道 有明显烟味的才是真的烟卡 而且价钱越高 盒子等级越高 稀有昂贵品牌的香烟 更受到孩子们的追捧 比如一个中华烟卡可以换3到5个普通烟卡 一个和天下或者大虫酒的烟卡 可以换10个以上的普通烟卡 这种高档香烟制作的烟卡 也可以直接向同学们出售 售价在10块钱到15块钱不等 游戏过程中不光能够赢烟卡 当游戏中有了明显的等级制度 助长了炫耀风气 那些只能够收集到常见便宜香烟盒子的孩子 也容易遭到其他卡友的歧视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不少不良商家钻空子成为了烟卡的主要来源 在记者暗访的超市 售价为一元一包 一包里面有8张 某线上店铺 还为玩家精心设计了搭配套餐 购买20张普通烟卡 送两张和天下烟卡 系统显示 已经有20多万人购买了这个套餐 针对这一现象 部分地方职能部门和学校 已经出台了相关措施 明确要求禁止售买烟卡和携带烟卡进入校园 小学生心智不成熟 十分容易被一些娱乐化 不健康的网络文化所清晰 当问题发生时 除了看到问题 更应该关注到人 单一形式游戏的过度依赖 往往也反映了孩子兴趣爱好的狭窄 赌不如输 正确引导孩子健康游戏 激发他们的兴趣 开创更多友谊身心的爱好 还需要家长 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